3 2 1 拉下布條亮相今年 U12壘籌世界盃冠軍獎盃 先前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賽事不斷延期 睽文兩年後將在12月7號到11號 台中金龍棒球場熱鬧登場 那這一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原預計有8隊 但是中南美的國家因為 疫情仍然嚴重 而且路途遙遠 所以在最後都沒有辦法來成行 那這一次總共有5個國家參賽 雖然少了3隊 但是各隊的實力仍然是相當的 那我們也希望 藉著U12的賽事在台中比賽 能夠提升我們整個 台中的一個國際的知名度 以及台灣累球的世界的水準 受到疫情影響 今年共有5支隊伍來參賽 分別為新加坡 捷克 印度 香港 以及地主中華隊 台中市運動局長李玉瑞表示 中華隊上一屆拿下了第一名的好成績 也希望今年能夠順利再報給冠軍獎盃 那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這一次中華隊主訓 是我們台中在地的學生跟總教練一起主訓 等於自己的中華隊在自己家的主場參賽 那我們期待在上一屆我們中華隊也是拿到冠軍 那接下來我們期待在後面的幾天賽事 也可以成功的把冠軍盃留在我們台中 台灣累球運動目前排名世界第六 中華隊也希望透過這次U12累球世界盃的比賽 除了相互學習牽搓球衣之外 也為中華隊重返奧運及杭州亞運提前做好準備 記者庄視聽台中採訪報導